好 歡迎你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節目現場 今天我們在現場放了很多的壽司 是鮭魚壽司 我們先導播讓我們看一下 兵哥前面也要 然後韋漢前面也要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沒有要廣告 這個品牌通通把它給遮住 為什麼 那就是因為台灣最近 實在是太扯太誇張了 所謂的鮭魚之亂 為了吃免費壽司 全台灣現在至少有130多人 把自己的名字改掉 拿出身分證來變成前鮭魚 這個謝鮭魚 黃鮭魚 太扯太扯了 這個為什麼我們今天會提到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其實是連結到 我們剛才說的 執政黨為了要拿到執政的位子 為了要有選票 無所不用其極 你看他的套路 把沒有的事情說成有 指路為馬 要操弄 他們是不是覺得年輕人很好操弄 必須講 如果用鮭魚事件來看 的確有一些年輕朋友 或者是一些設施衛生的人 對政治比較不了解的人 是不是就很容易被操弄 我們先來看看 這所謂的鮭魚之亂 全台大亂鬥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台灣地圖 西半部刷一排 從北到南 從基隆 台北市 一直到南部的屏東 都有數十人到個位數的人 把自己的名字 身分證拿去 護貞事務所改成鮭魚 你可以看到 大概有135人 這是截至目前為止 這個非常瞎的事情非常多 包括有一個小朋友 看起來是大學生 他認為 因為大家覺得說我去改一次 譬如說叫前鮭魚 然後我去吃了兩天的免費鮭魚大餐之後 我兩天之後再改回來就好了 這個小朋友就得到了一個 這個蠻悲劇的 因為他媽媽 他小時候他媽媽 已經幫他改過一次名字 他並不知道 那你改成前鮭魚 再改回前一軍 其實就浪費兩次了 那你小時候又改過一次 所以他可能這輩子 就叫做什麼零鮭魚之類的 那內政部次長陳忠諺就說 這個根本就是浪費行政資源 可是還是太多人 去做這樣的事 你看到 這都是我們中華民國的身分證 如果是大學生 如果是小朋友 就算了 我們中華民國的警察 居然也跟風 這是在基隆的一個警察 他居然把他的名字改成 宜蘭之子超粗大深海鮭魚王 那他是83年次的 徐國勇都忍不住說 這個太誇張了 遠景遷到巡邏 名字要寫很長 你這是在找自己的麻煩嗎 你看 你要叫我們誰講 韓兵哥已經完全講不出話來了 來 我們一邊來吃吃看 你們到底鮭魚有多美味 這樣就不講了是不是 可以 來 你吃… 來 那個兵哥 兵哥你先講 沒有 我說真的 我看到這個真的是又好戲又好笑 因為你知道嗎 這些網友很多人還說 我們要給壽司狼 就是這家店一個教訓 就是他以為這樣就能夠逃過 你看現在全台灣有這麼多人 都改名了 你們破產了吧 其實鬼蠢你破不了產的 你以為這種東西食材 他能夠花多少錢 對 有人吃了大概一桌一萬多塊 兩萬多塊 算最多的啦 也沒多少 也沒多少 一萬多塊 那個是賣價成本才多少 你有沒有去想過這件事情 而且你有沒有看過 你想想看這家店 你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他如果要做到 同等的廣告效益 他要花多少錢 他要在電視上 在報紙上 在網路上 在所有的這些媒體通路上 他如果要達成像今天這樣 連續被他討論三四天 你說至少幾千萬一一號吧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 現在你們全部的人熱烈的 主動幫他討論 這家店是不是就成功了 我覺得這個企劃大成功 對不對 你說了不起 就花個幾百萬一千萬 了不起 非常划得來 所以店家本身是成功的 當然店家的店員 聽說這兩天很糟 因為那些去點的人 都亂點一通 點了一大堆 可是我必須講 你們這些年輕人為了吃兩天 只有兩天的時間 為了吃兩天的鮭魚大餐 然後就把自己改名 這樣 你們覺得這樣 你們家裡有窮到這樣嗎 要為了幾千一萬塊錢 去做這種事情嗎 所以這讓我很改靠的是什麼 為什麼現在林非凡 然後這些人 丁允公這一類的人 這一類投機取巧 這一類前言不照後語 這一類沒有忠心思想 只要有錢就可以出賣一些人 現在為什麼在台灣當道 這幾個人已經證明這件事情 因為台灣現在很多年輕人 就是只看利益 不管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台灣不能變成這樣一個國家 所以我希望以後 不要再發生這樣子 其實我滿建議是 別人怎麼看我們 包括日本 因為這一家業者 他是從日本來的 包括對岸的中國大陸 到底怎麼看我們 我們的年輕人 你說他年輕 他有的都已經二十幾歲了 甚至我們的警察都可以這樣 為了鮭魚 好像很開玩笑的 把自己爸爸媽媽給你的名字 隨便改過去 然後又改回來 然後你可以看到 在網路上有這麼這麼多的梗圖 你看好閨蜜 縮頭烏龜 我們的政府也利用這個鮭魚梗 很多正式人物也趁風刷一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包括經濟部 經濟部說你可以吃龜 但不要讓水庫吃虧 還有石志明龜也出來 內政部以及農委會環保署 這個王美惠委員 以及周春銘委員 還有包括我們的六都的 這個高雄市市長陳其邁 還有黃偉哲都搭上了這一波 鮭魚熱 所以我就在想 為什麼蔡總統可以直入圍馬 或者執政黨可以這樣為所欲為 在這個做風向 在把這個球甩鍋 沒有的事通通甩給國民黨 因為你看看 你看看這些政治人物 都能夠把最新的話題結合 年輕人 重點是年輕人買單 這個話題這兩天 不管在網路上 或是大家這個坊間 大家茶月飯後都是在談這個事情 但是剛剛賓哥講 這只是一家 一家壽司店的兩天的活動而已 名字裡面有鮭魚同鷹 一個字打九折 兩個字打五折 如果字跟鷹都是叫鮭魚的話 就直接免費 台灣一百多個人去改名 我這個話題從一開始想談 到後來到現在 現在已經下午四點多了 我真的就是覺得 四個字叫不忍苛責 雖然我覺得我本人覺得很瞎 甚至如果是我的小孩這樣做 我可能會把他罵慘 但是你去想 大部分是年輕人這樣做 都是大概20歲上下 那個警察也不過是1994年出生 然後大部分秀在網路上面 一大堆的什麼 這些年輕人改了一大堆 什麼妹子給約 那些我看他們的年紀都大概就是 20歲左右 20歲的這個世代 他們可能網路使用的比較多 所以他們對於這個名字 對於父母親給你的姓名 他可能覺得跟打網路遊戲 改個ID帳號那沒什麼差別 大家都取很奇怪的帳號 這有什麼嗎 又不是不能改回來 你們這些老人講這些東西 我們在講這個都是老人 對 就說像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會覺得說這怎麼可能 只是為了一餐 或是說兩天你六餐 你去吃六次好了 他不是說我可以換到一個 永遠的工作或什麼 他只是為了一頓飯 但當然他們可能覺得改名字 又不是不能改回來 你們這些少來一套 我關你什麼事等等 可是重點在於就是說 年輕人對這事情的看法 可能真的跟我們的想像不同了 他覺得好玩 他覺得可以引起同載之間 我PO在我臉書Instagram 很多人會來有迴響 他就很棒了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的政府機關 你看他列出來多少圖 農委會什麼全部都跟風 而且他們很快 今天一大早我就看到 哇 經濟部很快 這個農委會很快 你處理鳳梨 有這麼快就好了 我講一個不中聽 一個好的政府是 他能夠找到對人民最好的政策 然後領導人民去做 即使人民覺得這個政策他不要 比如說機車戴安全帽 誰要戴安全帽 我記得現在大家都要戴安全帽 我那個年代剛剛修法 要機車戴安全帽 很多人都排斥都不要的 可是政府告訴你 不戴就是不行 安全戴不綁就是不行 不是你不喜歡我就順著你 但今天倒過來就是 根本也不是政府引導的風向 是因為這家壽司店 剛剛賓克也已經講了 你算一算 以這個改的人數來講 他的成本不會超過200萬 大概就100萬而已 100萬能有這種宣傳效果 你在笑他好傻 我要懲罰你 他還笑說你們都被我耍了 所以重點在於 當網路上年前都討論這個時候 陳其邁 黃偉哲也都跟 這些證明也都熟 但問題是你既然要跟 說我也可以叫我陳時班 這是臉書 你要不要乾脆把陳其邁市長 臉書改成是陳時班 你高雄市長今天就兩天 3月17跟3月18兩天 台南市長黃偉哲他改成黃鮭魚 然後陳其邁就改成是陳時班 你就改 反正改兩天都改換 年輕人不是很喜歡 走向這種 年輕人喜歡什麼 我們就給他什麼 其實對政府事實來講 是非常危險的 這是第一個政府 也在幫這一家壽司店宣傳 某種程度似的 你看這麼多的梗塗 第二個是我們這個時代 真的是需要這麼討好年輕人嗎 張大帥有說 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大的惡 就是討好年輕人 你太討好年輕人了 其實我跟你講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前一陣子有個新聞 當鳳梨的狀況出現的時候 我們的暖男陳其邁 賣賣市長建議什麼 把民進黨黨魁改成鳳梨 跟這個有什麼兩樣 不是一樣的東西 原來今天為了救鳳梨 你就可以改鳳梨 明天為了救鮮亞 你就變成鮮亞黨 那現在應該改鮭魚才對 對啊 現在應該也要變鮭魚黨 鮭魚黨 所以我上次不是就講嗎 以後民進黨乾脆 你的黨魁改變成水果盤算了 你隨便轉 轉到哪一個就哪一個 你要這樣子嗎 我覺得名字 我不是說盜選或怎麼樣 名字是你一個人一生的標記 當然有些人 因為他特殊的狀況 他要去改名 可是如果你會這樣 隨便亂改名 你這麼輕忽自己的名字 代表你不尊重你自己 一個不尊重你自己的人 人家為什麼要尊重你 這不是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很多人都說 是不是像我們在討論的 這些人 大人或是老人 你太不懂得順應時事了 像民進黨可以永久執政下去 是不是他懂得順應時事 包括誠實班 包括黃鮭魚 是不是 但是問題就在於 這確實可以帶來很多的選票 因為現在年輕人跟過去不一樣 年輕人的從政的 或是對政治的關心更高 投票率也提高了 所以他不只是看整18歲以上 連現在國中 甚至國小他都先開始培養了 因為有一天你會有投票權 但我還是那一句話 跟年輕人了解他在想什麼 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不能夠什麼東西 都去鼓吹他們這樣做 如果不是那麼正面的話 也要告訴他 讓他想清楚再去做 而不是他喜歡什麼就給他什麼 這就是廚師跟醫師的概念 好啦 現在我們線上 其實已經超過1萬人 我們的網友 所以我們現在就在吃鮭魚慶祝 好不好 現在立刻立馬吃鮭魚慶祝